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刚刚在这个Nasilema Buronghantu PJ的这个Branch,刚吃完了饭 然后我们排了一个小时啊,我五点半到哦,我排到六点半哦 我才坐下来,真正吃我的那个Nasilema 据我所知啊,这个应该是一个网红的Nasilema店来的 因为很多网红都会推荐这一间Nasilema 然后我吃了啦,我自己觉得啊 它根本不值得我花这个一个小时来排队 饭又少,鸡又小 然后你讲很好吃,它简直是输给那个Uptown那一间 那个叫我名Uptown的 Village Park,对 所以,我真的觉得它输给Village Park 它的Samba叻,是 但是,不错啦,不错啦,带一点甜的,如果喜欢甜的人哦 它甜辣甜辣这样子,是ok的 然后饭,它用那种Basmarti rice,就是那种长的米啊 然后你讲有特别好吃,特别香,我觉得还ok啦 那鸡就简直是输给Village Park很多 然后,蒋鱼仔,你讲,看它照片是很crunchy这样 我刚才吃到的那个蒋鱼仔,根本就没有很crunchy 然后,overall来讲,不值得 我觉得啦,不值得排这个一个小时啦 所以,已经是overrated啦,这一间 然后,问我Nasilo Mark好吃的 还是Village Park好吃的 所以,就想try的人 想要来排队的人,就可以来try一下啦 这里,现在下着雨 那个Q还是很长的 给你们看一下,这是很夸张 还是很多人在排队 我们已经吃完了,6点半吃嘛 然后,现在是7点10分,我们吃完了 就出来了,上了,上了车 然后,你看一下外面的那个人 看到吗?大家还在排队 是下雨了 好,就这样多啦 然后,它的价钱大概是15块多一点 Nasilo Mark 然后,那个Ion Bremba 等一下我会把那个价钱,那个receipt 拍起来,然后放在那个video的最后 所以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它的价钱啦 OK,就这样 明天要做工了 拜拜 展翰